這個總召選舉 副委員跟賴委員 有來都來跟您爭取一個支持嗎 其實都還不算有啦 但我從新聞上面也都知道 他們都有要參選嘛 因為我也是新人立委嘛 所以對於整個總召啊 黨團三長 到底要負擔什麼樣的職務啊 然後內容什麼的 也不是真的到像資深的立委這麼了解 我會再研究看看 但我覺得我的原則很簡單 就是呢 2024年的國會 尤其國民黨團 是要一個戰鬥的黨團 一定是要盡全力 跟現在的執政黨去監督 要把監督的力道拉到最強 所以我想我的支持傾向很簡單 都不以人費言 不會去特別看說 因為喜歡誰或不喜歡誰 我們是不因私費工 我們會思考的是 那到底哪一位 他是最能夠去抗衡現在的民進黨 最能夠去發揮監督力道的